刘仲敬先生,您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刘仲敬先生帮我们台湾的朋友回答一些问题。 刘仲敬先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有出版《金鱼史》、《远东的线索》、《近代史的堕落》等重书。 在台湾主要是由八旗出版社帮她出版作品,她的字号是有竖卷长篇跟阿姨,这个阿姨当然是指诸夏幼稚园的阿姨。 我们今天在台湾的问题上面,我认为在台湾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中共对于台湾的统战。 我记得您之前有讲过,资本阶级民主其实是自带统战功能的。 对于共产党来说,统战这个东西是一种有点像外来的移植肾脏的东西,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僵化的地方。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告诉一下,资本阶级统战社会主义者跟温和派穆斯林,跟中国现在统战台湾、马来西亚、香港的华人还有海外的这些左派的媒体,到底这样子有什么异同? 那对这个社会本身的影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战是多中心性的。它像自然界的演化一样,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意思的主体。 因此,多主体的博弈每一个主体搞得都是短期行为,也就是马克思非常鄙视的那种咖啡馆清潭政治家了或者是无政府主义了。 每一次统战的目的,比如说最重要的一次统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普选制者普遍推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威胁。 原先在十九世纪其实对立非常严重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事实上的共识政治来对抗那些体制外的势力。 比如说,愿意接受民主原则参加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再是过去自由主义者的攻击目标,而是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轮流执政,把原先跟社会民主党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不肯像社会民主党那样接受民主程序,一定要搞暴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排斥在外的。 这个从效果上来讲就是一次统战,导致共产国际把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像毕淑斯基那一行的人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侮辱性的羞耻,并不能说明他们跟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只是一种宣传上的需要而已。 但是这个影响历史至少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重要的统战并不是由任何一个高瞻原主的政治家设计的,而是由像小商人一样只顾短期行为,只顾一年两年短期行为的小政客搞出来的。 他们搞出来的东西跟一般的选区政治一样,就是简简单单的像政治经纪人算选票一样。如果我能够多拿几十张选票来,我们政党就可以组阁了,如果拉不得几十张选票,我们就没法组阁。 至于这样的组阁,组出来的效果是怎样,他不考虑,因为他的内阁一般来说两年之后就要倒掉重组,顶多四五年也要倒掉重组,他没有必要考虑这些。 但是大家都这么短期行为,博弈产生出来的结果却是这样的。而布尔什维主义者鄙视传统社会民主党和所有资产阶级党派的理由就是,他们是高度集中的,他们有高瞻原主的政治家,一切都在他们妙论之中。 这个在某些具体的场合是有好处的。例如像在十月政变那样的情况,很明显就是社会民主党派的各党派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各党派都是群龙无首。 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想着,等立宪会议召开了再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就有人突然袭击,而列宁就是利用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独裁机制,他立刻排众议,单方面决定召击一小撮军人,突然袭击首都,让你的立宪会议根本召开不了。 等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立宪会议大厅上已经都是他的武装部队了,然后你召开了就没有用了。 在这个具体情况下,列宁当然有理由说,你看,就是你们资产阶级民主的弱点,才让我们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了。 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战和其他作法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战其实是比较后来才产生出来的。 是在远东共和国这些对付在自己直接按实力对比,包括突然袭击以后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的场合,才想过分化瓦解各个敌对势力,拉一部分打一部分的这种方法来使用。 但是使用的方式也跟他的其他做法一样,都是高度集中的。集中的好处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如果确实是有果断而敏感的马基亚维利主义政治家,像列宁这样的人,他可以比那些小市民、小经济人士、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具体问题上取得更大的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是短期的。因为大自然产生出来的各种像蜜蜂蜂巢那种非常合理的结构,并不需要蜜蜂非常聪明,像建筑师、设计师一样聪明,它只需要不断地尝试错误,局部修正。修正不好了,就突然垮塌了一下就行了。 所以演化实际上是两种系统的组合。一种系统是细节的、不断地修正,每一个局部修正者都不知道这样对整体会带来什么效果或者有什么长期的效果,他只对他的短期和局部的利益做出反应。 但是就像三个臭皮匠饼和诸葛亮一样,所有的小人物都在那里用自己的用脚投票方式进行修正,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整体效果。结果就产生了相对于阶级结构来说,就产生了这样的微妙效果。 民主社会没有明确的阶级结构,它有中心和边缘,有相对的中心和边缘,但是中心和边缘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边缘很容易被吸纳到中心中来。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而是强化了社会结构,因为等于是原有的中心不断吸收了新生血液,像罗马元老院不断吸收高路人或者西班牙人,实际上比像雅典人那样绝对不吸收外邦人相比的话,是延长了罗马政体的寿命。 但是这个吸收也不是无条件的,不会像是现在的南非一样,突然有原来没有政治权力的黑人完全掌握政权,把原来有政治权力的白人共和彻底挤到一边去。 那样对国家元气的损失很大,因为修正或者是统战是由很多分散的个体做成的,结果就会变成像你在美国看的那样,每一波新移民来的时候都地位很低。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阐述自己的精英阶级以后,这些人又很容易地通过某一个党派进入主流政坛。冲突是连续不断的,但是所有的冲突规模都不大,都很容易归于妥协,而社会的元气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 即使局部发生垮塌,影响也不是全局性的。这就是多中心博弈最主要的好处,它是保守演化局部修正的路线。 局部修正造成的整体效果是比较平衡的,因为一个人的眼睛哪怕是最阴命的人都不能看到所有地方,他可能在他集中力量算计的地方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是以忽视和牺牲其他地方为代价的。 统战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只计算看得见的部分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你可以看到资本资产阶级民主一直都是输的,苏联人一直都是赢的,苏联人集中精力要颠覆什么或者要办什么事情。 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弱点,在他们的核心地带肆无忌惮的行动,几乎遇不上什么阻力,但是最后垮塌的居然是苏联,就是因为它引到了所有看得到的地方,却是所有看不在的地方。 国有企业和众多的小企业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他们搞计划,其实集中资源办大事是可以的,但是社会主要是由你看不见的真量知识组成的,而不是由你看得见的纯量知识组成的。 如果社会的好坏只取决于你掌握的极有的资源和极有的知识的话,那么计划下是可以的,甚至是优越的,但是社会的进步主要是依靠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新的资源,这些地方都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出现的。 统战也是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有意思的统战能够达到它的局部的目的,但是局部的目的实现经常在长远上来看是整体形象、整体局面更加恶化。 拿台湾的例子来说的话,共产党统战国民党把1970年代还是它在台湾最大敌的国民党变成了它的一个普通,但是其在意的就是,国民党由原先的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边缘的政党,而且它被统战的程度越深,它在台湾社会越边缘。 而统战的成功的结果是使台湾社会更多的人更加反感共产党,使台湾走得比原先国民党是执政党的时候,离中国的距离更远。这就是它的成功和失败。 这跟西欧的政坛在吸纳了社会民主党以后,共识政治发展更加扩大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主持人说统战其实就是争取原来在你的这个核心之外的其他社会的力量,但是共产主义布尔斯威克他们的想法是我要集中去争取某一部分的敌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放弃了社会其他部分,那这样子的效率跟之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来未必是好的。 主持人说,台湾在今年年底会进行九和一大选,主要是地方性的选举,大概就跟美国的换届选举差不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合并举办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动员是全国性的,因为它所有的投票都是全国性的议题去做公投。 主持人说,今年有九个议题,有些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有些是民进党提出来的,有些是其他第三势力等等的地方提出来的。 主持人说,像公民投票这样子的一个直接民主,它到底可以溯源到多么远的历史去做讨论?雅典可以吗?或者是说古希腊可以吗?好像不行,因为它那个时候的公民跟我们现在的公民大概不是同一个概念。 主持人说,那公民投票对于现代政治,还有对于现代政党的意义,您觉得到底在哪里? 主持人说,现在意义上的公民投票在宪法史上是魏马共和国开始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宪法基本上都没有这一条。自由主义的宪法是极其强调财产权的,不主张把没有财产的普通人加入到投票中来。 主持人说,公民投票是一个大众民主对精英民主的重大胜利,它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民动员有密切关系。其基本逻辑就是,以前的战争和以前的纳税都是有产阶级的事情,现在需要人民流血了。既然人民已经流了血,就不能让哪怕是最穷的人只要流过血当过兵排斥在政治之外。 主持人说,公民投票本身在宪法上的意义并不新鲜,它是有潜在危险性的,因为它等于是隐蔽的内战,它是没有中间环节和反冲环节的,短兵相接的直接斗争,而且把全民投入了直接斗争当中。 所以,它跟宪政的本意其实是背道而驰,宪政就是要涉及多种反冲系统和分割多种权利,尽可能地不要把人民的所有权利全都放进同一个篮子里面。 但它也有它的意义,威马宪法的公民投票跟瑞士联邦的公民投票不一样,瑞士联邦那种城邦式的公民投票仍然是古典时代,希腊城邦那种类型,因为它是小共同体的公民投票。 一个州和一个城邦没有多少人,往往是就只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是熟人社会内部的公民投票,它跟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基层选举、乡镇选举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 而在德国这样的大国,由数千万彼此互不相识的,没有办法从依靠熟人社会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的人拉进来投票的话,实际上就是宪法的决断。 它背后的背景就是,德国的统一其实并不稳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皇帝倒台以后,各君主国纷纷发生革命以后,怎样能够维持这个宪政结构是很困难的。巴伐利亚人就很有可能分离出去跟奥地利人合并。 所以,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必须要有一个随时能够越过中间权力机构,直接诉诸人民的机制。这个机制有两条,一条就是紧急状态法,一条就是公民投票法,这两者都是使最高权力当局可以直接诉诸底层的人民绕过中间权力机构的临时性工具。 它设计的反正就是,没有这样的工具,国家可能在危机关头不能团结起来,但是有了这样的工具,是随时可能走向独裁的。 直接民主都有这样的特殊危险,它内置了通过凯撒主义,由深得民心的公民运动领导者实现独裁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点你不可能仅仅通过制度上来防范,没有任何制度是能够越过人民本身的德行而发挥作用的。 所以实际上,公民投票制度的产生和它内在的所有弱点本身都是文明季后的产物,同时也跟国家建构或者是民族建构的根本优点或者弱点相联系。 如果是政治体的建构非常完美或者是接近完美的话,公民投票制度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国家建构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或者正处在国家建构的中间阶段,对于共同体建构的边界还不是很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投票有一个划清边界的作用,因为它以非常直截了道的方式,谁是德国人,谁不是德国人,是德国人通过公民投票越过所有贵途的资产阶级,直接决定,用这种方式实际上起到了发明民族的作用。 同时也越过了地方性的枝枝节节的各种利益冲突。可以说,难得的天主教各城邦最后没有分离出去,跟公民投票制度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公民投票制度是发明民族或者建构民族的众多有力武器当中比较有力的一项。 所以,谁有投票权,谁没有投票权,是最卑微、最不关心的公民,都直接接触了国家的最高政务。因此,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对于像德国,顺便说起台湾也是,尽管方式不一样,那种自身的生存随时都有危险的国家的话,它就不像是英国和美国那种极其安全的国家那样,它有必要随时随地唤起我们都是一个共同体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公民投票就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台湾的公民投票跟地方选举加在一起,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它能够把比较中产阶级精英人物吸引到他们原先不感兴趣或者是性价比不合适的基层选举中去,从而打破原来盘根脱节充满腐败的地方派系。 否则的话,基层选举的投票率过低,是吸引不了野心太大或者才能太高的人的,因此他们会一直在嘴黑帮式的派系统组之下。 主持人,您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正确,观察非常的精辟。台湾的一般来说基层的投票率有五成,上一下就算了不起了。 主持人,但是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的投票率一般来说都有六成到七成,在竞争更激烈的时候也曾经有到八成。 主持人,您提出来这个观点,我想很多现在在从事高级政治的那些民进党或立法院的租公应该也有想过,所以才会特地把地方选举绑公民投票。 主持人,其实他们看的是公民投票能够带动投票率的这个想法。 主持人,对于全部都是吃国家饭的医生来说,地方性的选举政务对我来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会因为要投公民投票所以去投票。 主持人,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可能要稍微插提一下,我们最近看到川普总统对于贸易战的已经可以说情况非常的明朗,他已经把中国盯在一个敌人的位置, 主持人,包括欧盟、加拿大、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都是可以谈的。 在谈的过程中,您之前就预测过,川普总统会比较喜欢双边谈判,这次在他跟墨西哥双边谈判的过程之中,他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主持人,问题就在于说,他在跟墨西哥做谈判的最后阶段,虽然可能之前都谈好了,但是还是把墨西哥总统叫上电话在椭圆办公室做公开的媒体操作。 主持人,这个比起我们心目中对于一个大国的政治人物,我们就很难想象法国的总统或者英国的总理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主持人,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太出格,如果你拿中国的讲法,他就说这是流氓的行径,虽然我们台湾人绝对不会这么说。 那这个是川普个人,还是有目前美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跟实力,真的就大到他在椭圆办公室打电话给一个外国的元首,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 微观地说,他个人是个不懂政治规矩的局外人,政治规矩是你要本来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世家才能够习惯成自然搞起来,而他自己就是局外人,局外人要在短期内仅仅因为当上的总统就改变他局外人的习惯,那是不大可能的。 他那么大年纪的人,改变自己原有的当一个庶人自由自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那种习惯,要像华盛顺的政治家那样,说一句话都要随随地害怕得罪谁谁谁谁,那个对他来说也太难为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这样的庶人非要参政不可,而且做上美国总统,当然是传统共识政治崩坏的结果,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世家和政治人物已经脱离了草根群众的需要。 从整个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讲,当然也是十九世纪的带有一定贵族作风的多元国际体系,日益地向罗马化的方式发展的结果。 如果还在十九世纪,那么川普是不可能当总统的。即使当了总统,形式也不容许他这么做,客观形式不容许他做的事情任何人都做不到,因为他会事先考虑到也会有人提醒他这么做。可以做而不可以做的事情,他才有一定的独立发挥的余地。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皇帝尽管非常强大,但是对完全依附于他的黑山大公爵或者塞尔维尔国王这些人仍然是假要讲国军对国军的礼节,尽管我可以随时打败你,但是我们还是都是国军。 国军作为贵族的话,必须有一些礼貌是非常要讲的,哪怕是要宣战,也需要彬彬有礼地说我们的表兄弟如何如何,诸如此类的。如果你不了解贵族文化了,还以为他们关系非常之好。 但是彼此越是敌人,越要显示出风度翩翩的样子,不会直截了当。但是对于人民大众来说的话,这个就从此是酸文甲醋,一点价子都没有了,人民大众是只在乎实质的。 可以说,川普在这方面,他等于是继承了杰克逊将军以来的传统,以腿日农民进入白宫,公开表示他鄙视像范布伦那样喝着法国香槟酒一天到晚想模仿巴黎礼节的高雅人士的走痛。 高雅人士尽管在纽约和华盛顿得到了很多支持,但是西部的广大农民却认为他简直跟女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把他赶下台,把杰克逊将军选上台。 这个近乎民粹主义的传统在美国内部是根深蒂固的,但是能够用到国际社会上来,能够打破国务院批官僚的限制,直接搞总统的个人外交,当然也是罗马化的一种体现,是体现了冷战以后,美国单方面的实力已经到了,如果想用的话,你没有办法抗计的地步。 可以说,全球主义者的多边谈判体系是能够对抗罗马式权力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其实换一种方式说的话,就正是川普所说的那样,这种谈判方式对美国是吃亏的,因为美国在单边谈判中间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假如你周围的人都比你弱的话,你各对各地教育他们的话,他们不敢反抗,而且他们随时都要担心,如果我不干的话,会有人抢先,抢在我前面先干了,那样的话我就只能得到更糟糕的条件了。 这就是丘徒悖论了。众多弱者面临一个强者的时候,所有的弱者都担心其他的弱者会出卖他,因此他们会相互出卖,得到最糟糕的结果。如果他们搞多边协调的话,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丘徒悖论的传统是,最弱的一环首先会突破,地位比较高的人还要摆架的时候,最弱的、最熬不住的、最接近无产阶级的一方首先就投降了。 墨西哥恰好就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当中,只有墨西哥才算是第三世界。它能够跟美国交涉的话,纯粹是因为它跟美国有共同边境。如果它跟美国没有共同边境的话,那美国根本没有要超过重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是不可能跟加拿大放在一个级别上的。墨西哥之所以能跟加拿大放在一个级别上,当然是因为它跟美国靠得很近。 于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然就形成秋土悖论的关系。加拿大就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它有谈判的资本,它不肯让步,于是就被那些更没有谈判的资本更急于出卖蒙威武的墨西哥率先出卖了。 如果三方面联合谈判的话,那么必定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起来对付美国。而个别谈判的话就是,最弱的墨西哥率先向最强的美国出卖加拿大,是夹在中间的加拿大落到两树落空的下场。 当然,这个先例一旦开了以后,同样也可以用在欧盟身上。欧盟的内部局势更加复杂,强弱更加不准,内部的矛盾又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大。 你可以预测到,川普只要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弱者迅速出卖强者,以便得到最强者、青睞的这种模式会迅速燃烧起来。 其实,早在小布什时代,所谓旧欧洲和新欧洲的矛盾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新欧洲是波兰、西方二级的这些国家,他们比旧欧洲的法国和法国更弱,更依赖美国,俄罗斯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愿意拥抚美国当他们的领袖,而不仅仅是盟友。 因为他们在过去做苏联小弟的时候,本身也只是小弟,根本没有做盟友的资格。但是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大国,虽然二战以后已经实力不整了,但是形式上它仍然是美国的盟友,而不是跟班。要它降与德做跟班,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多,他们不肯。 而波兰和匈牙利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只会损失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而法国和德国就会损失他们本来有的东西。 但是,强者和弱者的联盟牺牲了中间不强不弱的那几个国家,使美国和新欧洲的联盟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架空了旧欧洲。 现在这个模式,当时做的这件事情是小布什,而小布什是传统政治之家,不像川普这样的素人。 所以,川普在做这种事情,最根本性的原因就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和小布什之类的原因,也不是美国内部的原因,就是因为国际势力的平衡已经无可挽回地倒向了美国一边, 以至于无论什么出身的政治家,在他走不通的时候,走这一招那就会很零。照十九世代的规矩来说,是不是很体面,那就是实在其次。 因为体面和实质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是,最好是我又有实质又有体面,这是最好不够的,但是万一体面和实质不能兼容的话,那就只能先顾实质再顾体面了。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那么西方联盟其实就不再是一个联盟了,它自身要体验一下边缘国家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相互出卖,尽相向最强者出卖自己可能的盟友。 当然这样下去的结果是,在我们可以意见的未来,罗马式的一家独大的局面只能够越演越烈,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这里面的根本因素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因为美国独占了为世界提供安全职责。 在这个涉及人命关圈的重大问题上,你是不能够耍小聪明的。川普发了一条微博说,加拿大人又占我们的便宜,不是微博,是推特的,我老是把这个山寨板给带进来。 他说,加拿大人又在经济上占我们的便宜,又在安全上搭免费车,它对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也是这种态度,就凭你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这一点,你就不可能应到最后的,它早晚会做出妥协。 晚一点,它会吃货分更多。这样一来就在美国的联盟体系内部,产生了有利于弱者而不利于中等国家的效果。 总体效果是,最大的利益是由最强者得到了,吃要的利益是由弱者得到了,中等强国变成了最大的输家。 然后这种模式向外扩散的话,就是美国体系以外的中型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之类的,也会发生类似的分化。 自认为比较弱的,例如印度这些,会率先出卖中国向美国输成,然后美国会联合弱小国家打击中等强国,像中国、俄罗斯、伊朗那样的中等强国。 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无可匹敌的罗马美国保护着一大批弱小国家免受中型国家的欺负。 从弱小国家的角度来讲,就像在罗马帝国即将形成的时候那样,再也不会受马蹄尊帝国或者叙利亚帝国的欺负了。 像马赛或者罗德岛这样的小小的希腊城邦,它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像罗马一样强大,它能够指望只是周围的领土国家,东方专制国家不要欺负它。 它们自然会觉得,共和的罗马无论从政治体制上还是从外交政策上讲,真是它们的大救星,它们的地位就相当于是近代世界的波兰。 而中型国家、中等强国只比罗马差一点点也是地区性的罢国的国家,它们的位置就像现在的中国和俄罗斯这样。 它们觉得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可恶的霸权国家,但是它们没有办法发动弱小国家来团结起来反抗美国。 因为这些弱小国家觉得这些中等强国对他们的欺负比罗马赐给他们的恩惠来说是要坏得多,如果我反正都当不了霸权国家,那么跟着谁走的? 当然是跟着老大走好,老大一方面是总是会赢的,跟着赢家走是没有错的。 另一方面,他既然国富兵强,他给小弟的条件一定比中型国家给小弟的条件要好。就像是有五千万身家的大老板,他给员工的福利一定会比有五百万身家的小老板要好一样。 这样的客观因素摆在你眼前,你只要稍微懂一点最初级的博弈,你就可以一眼看到这个游戏的镜头。 就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挑战美国的中型国家一个个都会瓦解。像过去的德国和苏联一样,它的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会一个个分裂出来,变成需要美国保护和渴望美国保护的更弱。 这两个过程加在一起,那么历史旧系尽管主角变了,但是剧情却没有变。但是正如战国时期的信邻军和春森军那些人一样,即使他们一眼看穿了未来,他们早已经错过了能够改变路径的机会了。 如果你生活在管仲和伯利克利那个时代,你还可以说,我合纵连横一下,罗马不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你如果已经身在埃护的那个时代,那么什么都晚了,你只能多送一点贿赂,稍微挣扎一点,不能改变你最终的命运了。 现在的历史就已经是进入这个战国时代了。所以孔子和孟子的时代已经结束,韩辉子和马基亚维利的时代正在来临,等于说是智者能够发挥其智慧的时代已经基本上到了尽头,只能够在极其局部系统里发挥这方面的智慧。 例如,在解体海藏鱼的几个挑战者和中型国家方面,你可以动动脑筋。例如,从中国和俄罗斯内部再分裂出几个爱沙尼亚式的小国家,也可以分裂不出来,但是这不影响大级。你也只有在这些小地方才能动一动你的智慧。在大的国际格局方面,你再怎么做都是没用的,无法改变基本趋势的。 刘 distributed across the country 。 谢谢阿姨!您今天刚才这一段讲的就是美国的罗马化,这是您经常在提到的一个主题。目前看起来就是从2016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趋势,越来越多人能够认识而且认同您的这个判断。 就是美国已经不会在这个事业上短期间内50年内可能有跟它相应等级的挑战者。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稍微软性的问题,你刚才说到美国的这些农场主,我们所谓的红州,在中西部这个地方,他们持有农场,他们好几代人都在这边工作,这边生活, 他们是地区的政治以及美国的地方自治的一个坚实的基石。 您以前曾经说过,不动产是一个非常重的资产,你拥有不动产基本上就等于你迁入到地方的政治跟限制当中,你基本上放弃了远走高费一走了之的选项。 但是在东亚,尤其是台湾、韩国跟中国,持有不动产本身并不像是这样的,我们的不动产的持有者,包括像在台北的那些不动产持有者,中产阶级,全家就穷到只剩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可能值三五百万美金,但是那还是不影响他们作为费拉,不影响他们作为随时都可能要离开台湾,他们不对台湾这个共同体产生维护的兴趣。 这到底是因为明德的问题,还是各个不动产在县制里面占的角色不一样? 刘仲敬佛 两种因素都有,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外来力量干涉的结果,具体地说这是土地改革的结果。 没有土地改革,如果传统的日本封建制度春厅几百年演化下来的那些传统的地主还在了,情况不是这样。 日本现在东京独大,东京房价极高,年轻人都有向东京的现象,其实就是土地改革的结果。 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摧毁了农村的精英阶级,使农村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他们的临结核。 于是,就像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强者摧毁了中间阶级以后,弱者纷纷移护于最强者,因此东京的优势地位被不正常地扩大了。 台湾的情况也是这样,两次改革都是外来政权主持的。美国摧毁了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而国民党摧毁了台湾的封建土地制度。 如果是务丰林家那样的旧的大家族存在的话,那么它自然生长起来,它在乡下是大地主,但它也不是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进步,例如它就跑到城里面再没有放弃土地的同时,在城里面去办了一些银行、堂业之类的东西。 如果没有外来政权的干涉,这样的家族会什么呢?它会像英国乡绅一样,原来是地主,后来也进城去做一些资产阶级,但是它们是缓慢形成起来的。 它们原有的关系网有变形,但是基本上盘根脱节没有为打乱,那么它的社会资源会比较丰富。自然而然它们会形成一个类似英国乡村的阶级,这个阶级被砍掉以后,社会的丰富度就大大减弱了。 当然,国民党干得还算好的,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把地主全部杀掉。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看到现在像中国这种情况,社会上遍布了张贤忠式的游民,随时可能直接搞刑事犯罪这样的游民。 所以,它产生了城里面这个纯粹的打工者阶级和乡下的,依赖于农粹和其他黑道组织之类的脆弱的小农阶级。 小农跟大地主不一样,它太脆弱,所以衣服性很强。如果比如说农粹是国民党的主办,他们的选票就权贵了国民党。 日本自民党在农村的选配欧式也是依靠这个结构维持的。在以前大地主还在的时候,农村的选票是根据地方上的政治豪门的倾向分散地投到几个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当中的,而不是像战后五五年的体制那样,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统一在自民党之下,于是农村的选票小农通过农会完全依附于自民党。 两者之间谁更多元化,谁更健康了,当然是一个有大地主的体制。美国的改革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新政的主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罗斯福新政的那些左派官员,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形象是他们的敌视大地主。 另一部分原因就是,美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毕竟是战胜国,它对日本的复活抱有极大的忌惮,它希望日本过去产生出强大的、好战的封建主义的那些社会基础不要再存在,而砍掉农村的地主阶级是这种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一个重要属存部分。 而国民党当然是有意识地摧毁,原先构成日治时期台湾政治豪门那个精英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所以两者其实都是征服者为了削弱被征服者的社会资源采取的行动。 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看到那种住在城市里面、住在公寓房里面的,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农场主或者是household 拥有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 是封建时代的那种,到封建制度的本意就是,我和我邻居种一排树,把我们的地间别开来形成一个封建体系,从英国古老的中世纪欧的一脉相承下来的封建制度。 这个地产的拥有者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一个符合权力包的拥有者,这个权力包打开以后有很多多种的封建性的契约在里面。 例如像是瑞士的很多地产里面都富有了几百年来,给我们这块地的葡萄酒应该送给某某修造院多少多少品种这位礼物这样的封建权力在里面。 这个巨大的权力署和权力包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资产,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买卖关系。 但是城里面的公寓就不一样了,公寓是由管理员和物业负责的。住在里面的房客就像是张爱玲所说的,是一个适合陶市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管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责任和联系,你可以过完全孤独的生活,所以张爱玲的邻居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的邻居。 这样的人能够存在,当然是因为政治体制才非常完善,不会有人抢你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你等于是在原有政治体制之上的一个寄生者,照我的话说就是一个秩序的消费者。 只有在社会秩序还有富裕的情况下才容得下你这种人的存在。如果社会发生动乱的话,例如像罗马后期军阀开始抢劫民财的时候,你这种人必然就是首当起从,因为你毫无抵抗力。 而拥有土地和枪子的农场主,他们自己就是军队的主力,只有他来抢你,不可能由你去抢他的。 到关键时,可以说是就像是你钱多的时候会拿出钱来救济穷人,钱少的时候你就只顾自己了。繁荣健康的政治社会总是能够容得下一批蒙死的秩序消费者,但是等到社会局势紧张、秩序之间供应不足的时候,这批人就是死路一条。 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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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更多的时间,开始就是稍微富裕一点,多半年的工艺,然后渐渐地受刑事迫切,渐渐地就变成了类似领主的事的任务。 这就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打乱了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留下了一个真空,那么普通的小龙、穷分的小龙,只有一点土地的小龙,它没有能力、没有多余的资源去管公共事务,那么公共事务必定衰退,那你就需要有农会这样的组织来填补这个真空。 而农会又是由中央集权的政党或者是国家主办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会导致乡村的自我组织能力的衰退。 刘仲敬佳先生,我最后有一个比较私人性的问题,是关于我自己职业的问题。 您之前说过土豪社会,土豪就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可能并不是真的很有学问,但是他做的事情是跟他乡土之间的。 这些相关的,而医师这个职业在台湾曾经扮演这样子的角色,曾经一个乡镇就只有一个医师,那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由医师当地的日本派来的官员,还有小学校长去把他们搞定的。 但是在日治时代之后,国民党来,他把医师的团体做了一些统战跟分化,而且现在台湾自从全民健保开办以后,几乎所有的医生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国家开办的全民健保。 所以,医师的资格都是来自于国家举办的考试,所以医师这个行业已经渐渐的官僚化、废拉化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高薪的特许行业,或许不到非常高薪。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说,我们知道这样子对整个医界的多元性,对整个医界未来三十年五十年发展是不健康的,可是我身处其中我就知道,在一个博弈的概念,你不去争取健保局的钱,比有其他人会去争取。 所以,整个医疗界的每一代每一代的五年十年五年十年看下来的医生,他的品格,他对于专业的态度其实都在衰退当中。 我们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演化的过程走到终点之前去打断它或是逆转它?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打断这种针对一个行业、一个组织的衰败的过程,需要怎么样的外来力量? 刘仲敬 从整体上来讲,如果不考虑局部的和跟某一时代特别相关的因素的话,那么健保显然就是福利国家和官僚制度一部分。钱还是同样的钱,始终是由患者出的,但是患者和医生的个人关系被切断了。 刘仲敬 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也没有办法形成及时反馈。这样的话,就竟然会导致平庸者胜利,而优秀者渐渐排斥。因为优秀者所做的额外投资是得不到回报,甚至还可能给他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而平庸者不会因为他的平庸受到惩罚,反而减少了很多风险。所有的官僚制度行为逻辑都是这样的,产生出大量的平庸者既不能陈舍又不能败舍的小人物。当然这会导致整个行业的退化。 在博弈刚开始的时候,旧社会留下来的老人不能改变他原有的习惯,可能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渐渐过了几代人以后,在新体制当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整体性的衰退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像英国和加拿大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为了看一个病,需要排队排很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 你已经在1978年来北京买大白菜的东西要排N多长的队,英国和加拿大医院现在就是这样,有了疾病的话,你必须赶紧跑到美国去探。 但是就局部的情况来讲,这些东西有一个民族发明系上的意义。它形成了一个特殊体制,就是说在这个特殊体制笼罩下的国民有一种共同体的意思。 我们的边界不再是我们跟我们村的医生什么的边界,而是整个台湾,这个体制是我们特有的,跟周围的泰国、跟中国、香港全都不一样,它起来有一个化分边界的政治作用。 同时,它也能够争取原先比较穷,像奥巴马的衣表报的那样,它对最穷的人是有利的,的选票和支持,把这些原来处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人吸纳进来作为政治体系的心血。这是它在现在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做的对长远的参加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但是你能不能打破这个社会,那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既取决于内部的因素,也取决于外部的因素。 例如,加拿大人缺乏打破这个循环的动机,是因为美国就在跟前,它们等于是两头战。如果需要私人医疗系统的好处,它们直接就跑美国了,如果需要工会的好处的话,它们就留在加拿大。能不能够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当然是取决于美国了。如果美国有钱不干了,它们就自然维持不下去了。 台湾呢,它跟韩国和日本和东南亚处在同一条生态链上,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它本身不需要大改。因为它的中产以上人士跑到日本和韩国去会变得相当容易,可以利用各种不同医疗系统的差距。 另一种就是政治形势的紧张,使它仍然需要一些在社会上不健康,但是为了更政治安全需要的措施。相当于是,全民总动员暂时经济管制和配给食品这些明显不健康,但是对于危机关注的国家是需要的措施。 健保也有可能是这些措施之一,需要等它过了这个危险期以后才能够认真考虑这些改革的问题。 撇去这两点不谈,就是只谈内部的因素,那么基本上是取决于土豪的强大了。如果土豪强大,而且又配合土豪、为土豪说话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的理由正当化。 因为这样的做法,破坏公立医教制度的做法肯定会被左派知识分子说成是自私的。所以你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台湾的知识界是相当左的,他们可以说是我说的那种白左学徒培养出来的人,所以他们还需要一个知识界的革命,打破大家几代人以来认为天津地义,这就是进步。 我们台湾原来是比较落后的,欧洲是进步的,我们只能向进步方面靠拢,你怎么能说这不是进步了,欧洲人都是这样,你得打破这个思想圈、思想的定势,当然也要从欧洲本身社会福利国家的退败,以及欧洲保守主义本身在其内部兴起这方面寻找思想资源。 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讲,我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它的用途就是提供一个合法性论述,它能够把传统的合法性论述解构掉,把原来大家,哪怕是心里面觉得不对,但是好像是天津地义所当然来的事情,拆开来像打破偶像一样变成,其实也不过如此。 它需要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不能产生于体制核心地点,而是要产生于游走于体制边缘的地带人,这种人既得利益比较少,所以才能做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台湾七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温和社会主义,是以国家投资为基础的,但是它比韩国强的地方,它的中小企业还相当多,所以它需要在社会上演化到土豪本身的势力已经发育完善。 等于台湾土豪势力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一刀砍掉了上半年,然后在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时候又被在脑袋上压下了一块千斤巨石,现在像野草一样,从被砍断的那个根须部分绕开巨石,反缓地生长起来,然后看它生长到什么程度,它的力量才能够推开巨石。 因为这是个整体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土豪势力强大到随时随地能够产生,川普这样不管不顾,可以在体制之外自己闹,而且还能够得到众多知识者,而且还可以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为它捧场。 这一点台湾是跟美国不一样的,台湾的士大夫社才极其浓厚,因此美国人恐怕是西方世界唯一一个政治家做事情可以一脚踢开知识分子的地方,连欧洲都做不到。台湾估计是更做不到,是需要有土豪和知识分子两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形成改革运动的。 主持人 谢谢阿姨今天帮我们台湾的这些政治跟经济方面的情势做了这么多分析,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跟阿姨讨论。谢谢您。 主持人 谢谢。 主持人 谢谢。